有你音乐榜见证乐坛流行 大家好我是黄子江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人对音乐人 今天我也很期待也很兴奋 因为这个嘉宾跟我很有缘分 是同一天生的 不过个性或者说 对于这个演艺工作的节奏 就截然不同 欢迎很淡定的 很有自己style的 田富珍同学你好 没有淡定啦 娇哥好 大家好 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尤其是这张专辑 你投入很多心血 是吧 在这段时间宣传起步 你有没有得到一些新的感想 是否有些收获 在一开始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很自然的 就是随心的去做了这张专辑 当然也很用心 然后是随着自己的心意 跟自己生活现在的经验跟节奏感 然后其实我在做的时候 我没有一个特别的目标跟目的 假设像我第四张专辑的时候日常 我那时候看了几本巴纳纳的小说 然后就觉得 这感觉很朴实很平实的文字 可是却很疗愈 所以我当时就说 我想要做一张疗愈人的专辑 那时候就觉得疗愈是一个我的 是目标 过后的回头看就觉得当时的自己 确实就是有那一份心意 那也不假 也就是真实当时的我 但现在的我就没有什么设定什么目标 或是有什么企图 所以随心所欲做出来自己真实生命样貌 现阶段的东西 就得到歌迷的一些共鸣 我觉得很有反馈的是 《无人知晓》这一首情歌 不是一般在平等线上的感情 对 爱情关系 但没想到其实 唱中了很多人心里的感受 我觉得那一份共鸣 我觉得很珍惜跟很感动 我觉得反馈是这种感动 不这很有意思 就是说当你很有一个目的性的 去设想一张专辑的时候 你们的团队怎么去打磨一张专辑 比如说主轴 我要收一些很快的歌 还是很慢的歌 很走心的歌 还是要很洒狗血的歌 就总有一个开始吗 开始当然就是我们的提案会议 我就提出了 因为多年前我在封岛美术馆 看的那个作品 叫做《母体》 然后它是非常有机 非常自然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作品 大大小小的水珠 其实有点像人生的因缘聚合 就是很多东西都不由人 但是其实在相聚的时候 可以互相珍惜 分开的时候学会怎么好好道别 等等之类 我觉得在那个美术馆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 就是看到很多人生百态的灵物 浓缩在那个作品里面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 很真诚的东西 所以打动了我 所以我才想说 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音乐作品 明白 你爬过的山 你看过的美术馆 都会给你灵感 对 可是你知道外界对田富珍这个人 还是有一些既定的印象 比如说我看了一下你的歌迷 或是一些媒体 大家可能会形容你高冷 然后文青 然后文艺 然后比如说比较酷一点 淡定一点 这些形容词有没有什么是对的 有没有什么是错的 都对也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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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玄了 什么叫都对也都错 你讲清楚 因为我觉得无人知晓这张专辑 其实就是我在接一个 我在做的过程 一点一点的形成的时候 加注了 因为有不同的因素进来 比方新的制作人 陈彦琦 新的歌词统筹 葛大 然后加入了不同的人 然后经过了 我人生经过了不同的事件 就我当初以为的我是那个样子 但最后它其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在这些时间的流转里面 我觉得就是你会认识不一样的自己 你会发现一个无人知晓的自己 连你自己都不认识的自己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透过这张专辑 可以探索到 你属于你自己无人知晓的你自己 所以就没有办法定义 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都是坏人类筹码却像独一切 胆图痛彻心怀 找不到是你掉 你即是谁 又不是谁 接下来我想跟富珍做一个猜谜的游戏 你知道有你音乐榜 透过TME旗下的四大平台 QQ音乐 酷我音乐 酷狗音乐 全民K歌 做了很多的调研 你知道这里有月活8亿的用户 你觉得你的听众 在你发表这张专辑前后 有没有变多 大概变多多少 如果是以8亿这么庞大来说 有个5%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那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数字好不好 你刚刚说百分之多少 5 有5 16.75 哇这其实很 比女义其多的三倍 感人哭吧 好那我再问你考你一题好不好 好 男生跟女生的比例 你觉得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女生多啊 错 男生不但多 而且还多了很多 女生大概是44.16% 这样的用户画像 那男性呢有55.84% 各位男性朋友 谢谢你们的赏识 真的要谢谢他们 再来 年龄层 23到30 19到22 31到40 16到18 40以上 15以下 你觉得哪个阶段 附争的粉丝是最多的 歌名是最多的 16到18 第一个吗 23到30 就是有一点在毕业 大学毕业到 毕业之后再刚入社会 然后可能正准备谈恋爱结婚的前后 对不对 你答对了 是的 这个高达37.09% 那么相对比较少的是15岁以下 这个听15岁以下听这个歌也太沉重了 因为我的人生经验也大概就是在出了社会 但我其实不是真正进社会 觉得我们有点被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的年龄 但不是真的这么社会化 然后感情的经验 就也还没有到结婚 还不到那个状态 所以可能差不多就是23到30 所以我心灵状态是23到30吗 是 你们同一族群 另外一个族群 不 干嘛 跟他们握手啊 那我接下来想问前不正一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阶段 非常的幸福 就是事业各方面 可是你自己想要表达什么 比如说一张专辑有技术面 有思想面 有传畅度 你会希望它所引来的回响哪一个部分 那应该我排的话 可能是思想 就因为思想它跟共鸣有关 就是感受嘛 思想 脑 然后再来就是心跟脑是一起 它是一个感受 然后大家有共鸣 所以一可能思想 反正技术面还好 思想大于 技术面跟传唱度 专辑哪有传唱度 根本没有传唱度可演 你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 但是不会啦 传唱度我以前已经有传唱度的歌了 我现在不用硬要做这种事 那陈建勤老师跟葛大为老师合作 跟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他们在这几年的华语歌坛里面 像我常开玩笑说 在台湾出专辑 这张专辑里面如果没有陈建勤跟葛大为 根本不成立嘛 要不就是写歌 要不就是要做制作 要不就是要编曲 你跟他们合作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很轻松又很贴心 我们其实从前面我会跟他分享我 就是喜欢的文字的痛调 我觉得他也蛮有抓住我自己的感受 因为我们都会交换 不是为了专辑而交换文字作品 欣赏的文字作品 就是像生活画像朋友一样 他最近读了什么书 我最近看了什么书 然后他看了什么展览 我看了什么展览 我们私下会有这样的生活上的交流 所以他大概就抓住我的喜好是什么 当然中间有时候词人 还是会有一些用字一点点 我就说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口气 会说出的字 可不可以帮我修改一下 但第二次就立刻对焦对上了 所以也是很有默契 太幸运了 我想葛大威也要进入天不正的世界 他才能够知道说什么词适合你 然后才能够帮你去说故事 当然最后是由你来诠释了 这样专辑 好像一个感情故事的进程 比如说你知道无人知晓这样一专辑 很像是我们在生命情感不同阶段 都有机会找到公民 像先知有一种未知感 然后甜接受一个外来分子 记住你的生命 那么到迪里歇斯 好像发现这个人不属于你 然后无人知晓又很委屈 就很多各种感情的样貌 有没有哪一部分是你自己的经历 全都是我的经历 你太惨了吧 所以我才会说 没有一个幸福的 就是一起来寻找甜蜜蜜 就是或是一首歌的歌词是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 或是一首歌带你潜进深海里 我把我的秘密借给你 一些孤独的自言自语 其实 或是一首歌 这首歌的前面六句歌词 就完全表达了 我做这张专辑的一份心意 就是我说的 你可能八卦我或是狗仔跟我都不接近我的生活 不是我的原貌 但我觉得听歌 就是耳机塞进去 然后你的音乐进去了 其实那是最接近我的时刻 很接近我灵魂跟我的秘密的状态 我把你带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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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 天賦真的秘密 天秘密 尤其妳把或是一首歌的其中一段 刻意放在專輯的前面 當了一個intro 可見妳真的很在意那幾句 或是說妳自己很有共鳴那幾句 它有點像是一個影子 或是一個開場 是 把自己交出去了 把秘密交出去了 對 就是我先說 我現在要把秘密開始交給妳了 然後開始 然後第一首是先知 我的心情是什麼 這個歷程 這個轉 對著 跑著 躺著 不戀愛我的世界 你控制一切包括我的愛了 You should know about it I can know about it 我忽然哭了 忘了 怕了 Oh no 記憶你的世界 我清楚一切除了你的愛 You should know 原來是這樣 所以大家請再多聽幾遍 很多甜蜜蜜在裡面 經歷了這麼多感情的事情 妳也辛苦了 好 那麼唱腔的部分 有些人會覺得 Hebe跟甜蜜蜜 是有不同的唱法 比如說鳳刺的情書 是誰的唱腔呢 沒有 妳自己沒有區分 我不會這樣區分 但我想可能是曲風吧 因為像鳳刺的情書 它是比較R&B曲風的 OK 然後其實早期SHE 唱了大量的R&B的東西 是 那個時候流行啊 對 所以我想可能是 因為突然很久很久 大家都沒有再聽我唱那樣 曲風的歌曲 好像有回到那個 好像回到那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聲音的音質 可能還是有一點跟年輕時候 有一點 跟少女的Hebe 少女的Hebe有一點不一樣 當然 什麼曲風我就會自然而然的用 什麼樣的聲音位置共鳴 去唱那首歌 所以可能R&B的曲風 我就是會用那樣子的發聲方式 或是那個位置 所以大家就覺得好熟悉 很像Hebe這樣 是是 那我不介意啦 其實還是在於歌的本身的樣子 對 曲風 因為一個歌手 他也不可能只有一種唱法 或是共鳴嘛 有時候還是要調配一下 對 那講到這首歌 因為MV出場的描述 你也不介意齁 你是說鳳刺的情書 我只出現 對 我突然想到這個MV 三秒是不是 為什麼 這是故意的安排嗎 是導演的巧思 但我覺得 我覺得我非常尊重導演的想法 而且我也很欣賞導演 就是這個腳本的規劃 我覺得張榮榮就是一盡到底 把這個心情的起承轉合 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自己看了都覺得很揪心 所以我真的不要去佔用別人的時間 回頭還是要講一下 三位好姐妹的感情 這真是演藝圈 非常非常經典的一個團體 你們三人到現在還是好姐妹 你A拉辦秀 你會去看 你演唱會 大家也會去支持 對 互相支持 但是難免 在三個各自的歌迷的 發表的文章裡面 有時候還是會拿來比較什麼的 你有時候看到 或是聽到這些東西 你會有什麼感觸 我沒有任何感覺 我覺得 這可能就是 像小時候 不是連自己最親愛 最愛你的父母 有時候都會忍不住說 隔壁小民的成績都很好 對 或者是連一個愛你的父母 他都會說 哥哥的表現比你好 比你好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人的 天生的一個 會有的狀態 是 但是你只要自己 在做每件事的時候 你不拿自己去跟別人比較 那你別人想要比的東西可多了 頭髮長短 眼睛大小 歌曲的曲風 什麼都可以比 沒錯 所以就任他們去比 但自己 就是 隨心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 知道自己在幹嘛就好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 SHE當中任何一個人 我們都會有很多 你們小時候的畫面 我永遠記得第一次 看到你們在電視上的樣子 我真的沒想到你們會走到今天 你連我自己都沒想到 是不是 但是那個時候 被形塑成偶像 後來你們開始成為一個 solo的歌手 更多人認同你是實力派的 你自己覺得這一路走來 有什麼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還是幸運 因為在你對 我們剛畢業就踏進歌壇 然後其實對社會 其實只是上班族 對社會也有很多的未知 需要去探索 然後你要去習慣 怎麼在社會上跟人家相處 那更何況 其實演藝圈就是一個 大社會的小縮影 甚至步調更快 沒錯 所以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我們剛好是三個人 所以你有戰友 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感同身受 有人可以幫你分擔那些分量 壓力的分量 或是工作的分量 所以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是有一個很真心的 然後很棒的姐妹 陪你一起探索這個世界 然後探索這個世界 探索到一部分之後 其實你就會想要回過頭來探索自己 所以我又很幸運的可以透過音樂 透過專輯來探索回自己 因為透過歌唱自己獨立 我覺得觀眾或者是很多作品 也是像一面鏡子 我可以看自己其實是什麼狀態 跟自己想像的 表現出來的 跟事實上自己對自己的想像 是不是有落差 所以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前面有隊友陪你一起認識世界 後面有作品可以單飛 可以做自己最熱愛的事情 就是歌唱 然後往內 挖掘自己 挖掘自己 然後更了解自己 我覺得我就是很幸運 所以前面那段歷程到後面 真的很幸運 沒錯 講到專輯 我突然間想到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現在是數字專輯付費的年代 可是你這次好像 讓大家免費聽 然後還是走實體CD路線對不對 對 你為什麼會做這麼 歷史的 當然我很歷史 你怎麼會說這麼 這個很多人 可是好你解釋一下 我很老派啊 我還是喜歡收藏實體CD 你自己家裡有CD player嗎 有 我家裡就是還有CD player 我們從白片開始 然後到企劃設計實體的包裝 然後這次是有點打凹 是布的材質 但原本它有做一個亮面 就是各種選項 其實我們都有去觸摸去感覺 什麼最貼近這張專輯理念 它的核心 所以我覺得包裝裝針這件事情 它也可以傳達這張專輯的概念 當然 我覺得它很珍貴 我真的不知道 未來下一張專輯 假設是四年或五年後 我還有沒有這個能力 我的團隊有沒有辦法 幫我完成這樣的事情 所以能做就盡量做 所以我去看演唱會的 或者說是透過各種歌迷分享 他們有自己的天賦真喜好歌單 對 我又要考你了 好 這個有你音樂榜呢 透過樂活八億用戶的 TME旗下的四大平台 QQ音樂 酷我音樂 酷狗音樂 全民K歌也做了一個整理 你要不要來猜猜看 至少前五名 一定有你的 一定有 無人知曉 那你覺得這是第幾 第 二吧 太有自信了 不過是個新歌 哪有那麼快發酵的 你就不要想起我啊 你覺得這是第幾 前三八 第一名 你的什麼意思 沒有 你反對是不是 我反對 第一名 就是被我料中了 我就覺得我不喜歡被我料中的感覺 好 如果你就不要想起我第一 那小星雲已經不在這裡面了 小星雲不在這五名 怎麼可能 小星雲第五 第三 那第二名是什麼啊 我告訴你答案好了 魔鬼中的天使 第五名 寂寞寂寞就好 那你想不到大家還是很愛老哥的 好 我也愛 OK 好 我也愛你們 好的 讓我講一個好消息 讓傅珍開心一下 就因為你這一整年是單曲單曲的 不斷的推出嘛 那麼在有你音樂榜的季度音樂報告裡面 一季一季的來看 第一季 No.1是玄日耶 這是專業人士喜愛喔 那第二季呢 傑可 也受到專業人士喜歡 第三季呢 也在前三名 就你的歌都在專業人士喜愛裡面 然後一季一季的都在前三名甚至第一名 有沒有什麼感想 謝謝專業人士 你們好專業喔 就是試貨的意思啦 沒有啦 謝謝各位 你們有哪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我們縮小範圍喔 好了好了 冷靜 我們來縮小範圍喔 縮小到這張專輯 你覺得不同年齡層跟性別 在這張專輯裡面 無人知曉 歌迷最愛哪些歌 我們縮小範圍 不同年齡層跟性別 比如說第一個族群是 13歲到18歲 你覺得他們喜歡哪一首 或是一首歌 答錯 傑可 隨便我變成一粒車 還是一顆心 變成了海洋 還是空氣 變成了自己 放過了自己 都可以 19到22歲 你覺得他們喜歡哪一首歌 19到22歲 開始談戀愛了 先知 錯 無人知曉 我發現你離市場很遠了 離他們超遠的 就是你離群眾很遠 好 我們再給他一個機會 23歲到30歲 就是職場人 他們最喜歡哪一首歌 諷刺的情書 人什麼的最麻煩了 我覺得很合理耶 因為他們在職場 開始遇到人嘛 人什麼的最麻煩 不一定糾結在感情 80後呢 31到40歲 他們最喜歡哪一首歌 先知 你媽好奇怪 你才奇怪吧 好 男性聽眾呢 無人知曉跟或是一首歌 無人知曉跟傑克 男性那麼 細膩喔 對 我那時候聽無人知曉 真的很喜歡 包括旋理 不靠近不走遠不定 一向玩笑的曖昧 你說你是壞人 想安定也沒卻過消遣 無權為你崩潰 卻帶一點殘愧 卻帶一點殘愧 我不搞好 派你虧欠 女性呢 女性這兩首歌也很接近 分別是50.03%跟49.33% 有兩首歌 兩個字一樣的 我還有什麼是兩個字的歌 一一啊 一 哈哈哈哈 我們把小聰明 我們把大套裡寫 開 開 我們把酒套的 我們把酒套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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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020很特別 首先是你的音樂錄 你一首一首單曲的推出 可是我相信也是有受到大環境的影響 所以有亂的節奏 你怎麼看待這個即將過去的2020 就是充滿感謝 因為我們可以平安的自由的呼吸 這麼安全坐在這邊聊天 除了感謝就是感謝 然後珍惜的心吧 就是真的要很珍惜很多機會 沒錯沒錯 我相信這個會有一點哀傷 有一些生離死別 但是也帶來了一些什麼能量 當許多的歌手都跨界去主持 或者是參與很多綜藝節目的時候 田富貞在這樣子的頻道裡面 很少出現 這是你刻意的一個距離感嗎 或是 不是 我知道那樣做 我可能更容易被看見 或者是 流量 之類的 但我不快樂 我知道別人邀請我 是很善意的邀請 當然 可是他們一定有他們設定的目標 希望我達到的效果 是 可是我明知道他們想要我達到某一種效果 可是達到那樣的效果 我可能做得到 但我會有一點沒有那麼自在跟舒服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那這樣不是共好 你也好我也好 我們都好的時候我想去做這件事情 明白 但這件事情如果有一點點的勉強 是 或者是 要彼此妥協的話 我就可能會稍微思考一下 再思量一下 覺得可不可以做 了解 那麼最後想問 因為 2020要過了 2021要來了 在這個階段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規劃 或是計畫 想一想一想 做什麼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點 然後上次做了一個電台的訪問 也是被問到 就是結尾都會問說 未來有什麼規劃 對 未來計畫 我才突然好像被敲了一下 覺得對耶 我明天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明天要幹嘛 然後才想到 好像可以做 Life in Life系列 就是我之前有想要做一個 現場收音的作品 然後我第一首歌是自己的房間 跟珊妮老師那一次 對 所以我覺得從自己的房間出發 可是走出 還沒有走出房間門 還有別的場景 我覺得好像 還可以去別的場域 跟我生活息息相關的 我有感覺 然後做Live的錄音 我覺得這個系列 感覺可以做一下 很酷耶 我還滿 我就是喜歡這個 就可以試試看 請妳不要讓大家等四年 好 單曲一首應該還好 不會等四年 好的 謝謝傅貞今天的分享 聽完這樣專輯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解讀 可是 由這個 傅貞自己來講 相信大家會更有感觸 再回頭聽一次 你一定會有不同的共鳴 好的 由你音樂榜 見證樂壇流行 今天再一次謝謝傅貞 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謝謝你愛音樂 謝謝你支持 由你音樂榜 我是黃子嬌 我們有緣再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田傅貞 我的最新歌曲 已經在騰訊音樂 娛樂旗下的QQ音樂 酷狗音樂 酷我音樂上線了 並在有你音樂榜 打榜中 支持我的新歌 就在有你音樂榜 有你音樂榜 見證樂壇流行 明天的歌曲 不然你讓我看看你 多柔軟 無人知曉 可不可憐